诶 诶 我这些 你要我怎样复制这些 你跟话讲 你这个鸟我那么好看 这是鸟 这是鱼矮的 我撈诶 想点就点点都得 什么意思 想点都大 想点都大 咦 x2 说法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里面 订阅我的朋友们记得要 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打开小铃铛 叮咚叮咚 好啦今天是1月1号 新年啦 跟大家早拜一个 诶跟大家 拜个早年 跟大家拜个早年 恭喜发财 简以兴隆 莫娜 鸡麦 紧紧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家布置成 有新年的感觉 因为这样还是一个家嘛 然后圣诞节我们就还好吧 因为我们交换礼物这样罢了 然后新年我还是觉得比较重要的 因为毕竟我们是 真的是一个很传统的华人 OK 我们婚前没有性行为的这种东西 所以 华人婚前不性行为 是 很激动叫我 OK 我们就来布置这些物质 然后我觉得布置物质 很费时间 然后如果我们两个人罢了 所以我们之后邀请了我的朋友 登登登登登 嗨 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柏林美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美鱼 OK 就是他最近他们有很常来我的家啦 然后就是刚好他今天也在我的家 不然我们一起来拍这个影片来布置这间家 然后我们也是买了非常多的 新年的东西 叹叹叹叹 你不用一直真的的吗 然后就是我也是有买新年的东西 然后就是还有买了一些安座的香粉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要有一点香粉粉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们羊毛很多 所以很多是会搞得到整间物质是很臭的 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东西啦 OK 等一下会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些东西 还有我们Venzo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会选择它 等一下就给你们知道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到底要布置哪里 OK 你觉得要布置哪里 我觉得要布置这个电视墙 有这个帽房 还有这个玻璃门 哦 好 OK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设计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要怎样去布置这个东西 OK 经过我们商量过后 我们觉得玻璃上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粘类似 这种东西吧 这种东西粘子 就是可以 咦 还有春连哦 而且这个春连已经是这样的样子了 他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是 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类似的东西就粘在墙壁 或者是粘在一些玻璃上的东西 所以我们马上来进行这个东西吧 OK好啦我们就经过我们刚才有讨论过 我们觉得 诶 如果我只是这样布置的话 还没什么意思那种感觉 然后又跟去年一模一样那种感觉 然后玻璃就有提出了一个idea 就是这样 不然我们就 因为我们有三个区域嘛 我们就一人拿一个区域 然后来比赛 看谁布置到最好看的 然后最难看那个最有惩罚 可是 我们有一个玩法是怎样 拿这些东西的道具 我觉得我们直接剪搭石头布 嗯 OK 所以先赢了那个类 就选择自己要的区域 跟要的这些东西 就是讲剪搭石头布 我第一个选的话就是我拿了 拿先 然后到你到你 然后又倒回我那种感觉对吧 就是OK 就是我可以选选选选选 我这样狗啊你们 不是我呢 等一下我赢 我选选很厉害 没有我们还要设定时间 那限定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布置了 啊啊啊 这样子就公平哦 可以 这样我们就大力来玩一个这样小小的游戏啊 惩罚是什么东西 等下到最后的时候你们就知道 OK 在我们开始之前啦 就因为我有买这个Vanzo这个东西嘛 为什么我会选择Vanzo这个牌子 因为他最近和香港营地鼓天乐一起合作 推出了一个系列就是叫做Vanzo副离子 香薰加湿器这个东西 而且是解放出3000万副离子浓度 而且他们还是搭配出他们首创酒店系的精油 为什么会叫酒店系呢 因为就是给你好像一秒钟感觉 给你在那种很五星级啊 四星级酒店那种感觉 酒店里面其实越来都是很香的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 我很想要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也还没有尝试 我是相信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感觉出来啦 所以我才大胆的进入了他们这个东西 因为一轮Vanzo都是车的香水嘛 可是他这一次出家里的香水 你当做是香水啊 我当做是香水啊 我觉得他很期待 因为我很喜欢Vanzo这个东西 重点是在马来西亚的话 他们是第一个公司是推出 布离子加湿器这个东西 很够力哦 我也没有想到这样够力 而且他们还有邀请了日本著名的那个调香大师 叫那个石田羽雄你知道吗 我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著名的话 他应该是很强的一个调香大师 然后就有他们这一个首创的这个酒店系列的 精油 他们这一次的精油是主打健康和高品质的生活体验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蛮不错 而且还有五种的好处 可是这个东西我们等下一边布置的时候 一边可以跟大家讲的时候 就是我们放的时候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来比赛我们的东西了 对对对 所以是剪刀石头布啊 我觉得这个他们还是最兴奋的时候的 来啊 来啊 剪刀石头布 你第一个出我是吗 就是我输 你输哦 来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布 你输了呀 你输了啊 多一次 因为我们不知道吗 不 剪刀石头布 布 你又输了 没有所以他第一个选 然后到我们两个 okok 你要选哪里 你要选猫猫 妈我要选那边的嘞 你们那边最好布置啊 ok来 嗯 我给你剪刀石头布你才可以选啦 我不是鱼鱼 剪刀石头布 超害的 我要电视机 哪一个整个两片玻璃的地方给我布置 我怎样布置哦 一定是数定啊 然后我就觉得算了啊 等下惩罚是我讲的嘛 我讲什么就讲的嘛 可能讲惩罚一个人有100块就好了 没有啊 惩罚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决定的 赢的人决定 哦你好棒哦 ok 现在就是给他先选他的东西是啊 我可以随便选啊 你可以随便选 我这样我选完你们不是没有 对哦 就看你有没有良心啊 嗯 好爽哦 我先选 我一定要这副对联 这副对联放一毛吧 不是很cake 啊 放一放啊你 放电视机啊 不知道哦 我只是讲吗 哈哈哈 人家有评审的吗 不可以我们三个评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 等下阿旺叫电话走了 原来他是评审 对哦 可以看我他的脸啊 我觉得 马赛克上 啊马赛克耶 我觉得这个 5 4 3 2 1 哇你拿完咯 那也可以咯 哈哈哈 你带一个我画啊 写完啦 下到我了啊 30 29 28 27 26 25 23 这是我一个没少 20 15 14 14 14 35 43 21 14 等等你们可以求我 什么的 我怎样布置哦 这个东西 哎 你们没有拿到这两样东西哦 我们还可以签到这个吧 等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没有有 你要不要争辉了 新年的东西 我可以拿这东西来跟你们交换一些东西 啊 不用 哎 哎 我这些你要我怎样布置 你这些要不是 你这个鳥不好看 这是鳥 这是以外的 我老味 OK啦 就是我们已经选好我们的区域 我们已经选好我们的东西了 so 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始布置我们的地方 这个要一人分一点 我们限定20分钟要完成掉这个东西啦 so 我们看下去吧 Let's go 好啦 现在我们限时20分钟 计时开始 Boli我什么都没有诶 我不懂我要怎样做这个东西 因为有这些红包还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等下我可能要去盖他们 求他们拿一点东西 不然的话我觉得整个东西很空 因为我有想法就是这个玻璃 要粘两个那个粘子 就非常好看了 所以我先过去跟Mona要求一下 两个我还不够高 等下你又没有赞助的椅子 妈的我有椅子 可以自己拿的吗 我还在那边跳跳跳 ok 现在来跟Mona要求一下 Mona 我跟你要求一个东西 因为之前假是我们的嘛 所以一定要好看 对不对 讲对不对谁 对嘛 对 我需要两个粘在那个墙壁的东西 两个 有类似这个东西 还是你要用的 我觉得这两个就够了 啊 可以吗 100块 你杀了 可以吗 可以吗 你是这样求人啊 可以吗 就这样求 讲一声就可以拿走了 就是问你可不可以啦 就可以啊 怎么勒 这样子 那我再换 给你换咯 换什么 诶 换了咯 我给你换 我看你有什么 啊 还要 这是有几条梅花 这边是在看的 蛤 你这东西这么简陋 我都不忍心拿 是是 我已经没有什么了 不要拿了 真的 我很惨 我真的很惨 而且你的每一个布置出来都好丑 所以我才跟你要求这个东西 ok 给你 可以啊 可以 你觉得我粘在这两杯是ok的是不是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哦 ok 这样我就马上来做到东西 这样子啦 这样子啊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我觉得挂着挺不错 挂着挺不错 等下来连那个鱼诶 还有几条鱼诶 你觉得谁会赢 我觉得啊 这我拿会赢哦 几条鱼诶 东西多不一定是好的 你要不要快一点看这个手开 哎 你装快了我怎么买我怎么买 怎么开 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它都很几乎 我现在要连这个春年 想点就 想点就点点都得 什么意思 想点就点都得 想点到点都得 什么意思 等下我不要注意啊什么 对 要怎样做着的啊 哎哎 你的 我的玻璃关完去的 我的玻璃关完 哦 是是是 哈哈 手在我 差一点不是放在中间 应该是这样啊 认真的男人最帅 红包可以做梦哦 红包可以做梦哦 有点这样少哦 哈哈 够务力了 嗯嗯嗯 我现在想把整条鱼 没在抢 做一条连连有鱼 拼我吗 要去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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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去 喂我帮你看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用 好好贴 我帮你看一下好不好用 哎我的灯哦 我不够用的 我帮你看一下 你拿那个 这个不好看了 我只是这个 我拿四个罢了 因为因为我觉得 这样子比赛的意义是什么 我真的没偷 我没有偷 我如果给你借 就还你了 拿四个罢了 因为真的我很惨 你看到是不是 你们能够帮你 我拿 OKOK走走 那你给我看一下这个瓶吗 我不要 我不会给一点意见 你再过了啊 快点掉下 我的好像很满 很惨 很惨 他令他讲他有多很多东西 然后他讲他扔掉都不会给我们 这种狗的你看中够的 帮我拿一下 那个 把东西下去 帮我拿一下 蛤 我不是还有 妈的你拿回去了啊 这样子你拿掉 你美丽头掉 你很躲 你很惨 不可以放在很难看的 死我 我不要卡着 这样的话 两粒我会把手害 哈哈哈 我拿死我会给你 我也是觉得没什么感觉 很惨啊 我一下 其实你这个掉这里 还好看一点 没有掉 这里是我的东西了 嗯 完美 啊给你啦 这个东西 啊给你啦 是什么给你啦 给你了 让我挣托在这里了 OK 安 表姐 最慢的 唉 这种球吧 你可以快点 是的 我们这种是认真 OK 好啦 我们20分钟 已经是刚刚好 还剩下一点的时间 我们是结束了 所以现在就进行 我们三边的beauty shop 给大家看一下 Let's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终于赞 订阅 终于赞 订阅 终于赞 订阅 不要不要不要 OK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放 我觉得一个我要放猫房 一个我放客厅 对不对 因为猫房真的很臭 一定会臭的 会有味道 对 猫杀 不味道很臭 可是一定有那个 猫死一点点和尿的那些味道 所以我觉得要放一个 香薰加持器 在里面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给他们也舒服一点 而且它还是有那个 进化空气的功能 这样我就OK啦 这样OK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 先放完这些东西了 过后我们就来给我们的评审 来评价 到底是谁输谁赢 OK 这样我们等一下再见 Benzor的最新产品是非常容易使用的 首先你要打开盒子 拿出香薰机加持器 然后倒水进去瓶子里 大约到logo上面就可以了 接着你们要把棉花棒 从盖子上拔下来 进食里面的棉花棒 浸溢到两分钟 双面都要哦 然后你就可以放回管子 插回去了 然后就是递精油进去水里面 最后把盖子盖上 按着开关button 1到1.5秒就可以了 重点是还有夜光功能哦 Benzor的负离子香薰加湿器 有5个功能 包括香薰加湿 可以解放出高达3000万的负离子浓度 和可以有效进化空气的负离子功能 而且它是非常方便的充电室哦 重点还有就是无水断电保护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Benzor推出了两款香味的精油 第一种就是酒店系 V酒店和无人之境 主要是可以消除疲劳和舒缓身心疲累 第二种就是自然系 晨曦森林和薰衣草 主要是可以镇定情绪和改善睡眠哦 OK 好了 我们就决定把白色的Benzor 我们会放在猫房里面 因为比较配 整个猫房的颜色了 然后我就觉得 放一下子包我就觉得非常的像 那个臭味已经是开始是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还好一下 因为我们要常按才会开吧 一常按的时候 然后我又要按灯的时候 我的手被那个 眼会弄到嘛 然后你你的修是很像的 真的 我要说死了 你修一下因为 嗯 你经常扣鼻子 没有 对啊 像了像 可是你的眼都比较重我也有一点 了解啊 OK啦 所以我终于放这里是OK啦 所以我们把黑色的放在客厅 放完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我们的 评审庭观察 到底谁是第一名 всегда我们马上去到客厅吧 Let's go 好啦 现在我们就是把我们白色放在房 然后我们刚才讲 黑色是要放在客厅 你要放在哪里 所以你决定 你决定放那边吧 放这里 我原本是想直接放在这里的 也就是好像很奇怪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想决定放这里 我们就试试放一下 对哦 刚刚好了 也是可以 你看看 可以 然后开灯 哇 它真的会出来 哪了 不知道夹的会出来 开灯它亮了 不错的 嗯 很香 它的味道是什么 这个是好像是 男人的味道 lapenda的味道 有点男生相处 是诶 不错诶 我觉得那个味道是不错的 然后它们是有推出四种的精油 然后一种是酒店型的 一种是自然型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到他们官方网站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四个的那个味道都很不错一下 然后最重要是可以让我们舒服 然后有些是可以助眠啊 一些一些这样的功能 那我应该都有讲好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评审出来 来帮我们评价我们的 这三边到底谁是冠军 OK 我觉得突然间有个想法 好 乖 因为我们会一起去吃晚餐嘛 对 输的人请客 可以吗 可以 一起玩 因为很多人嘛 我们这里蛮多人的 OK啊 好像我会赎定这样 OK 所以我们的评审 等等等等 你真的有 你有马赛克我吗 你有马赛克吗 可以 放心 我们一定给你马赛克 可以 真心 蛤 你这样 我们要请客 不公平了 这样不可以 妈的这样没省 你放心 你不可以找那一部人的男朋友 放进 我觉得给星鸿 星鸿过来 星鸿是我们的助理 你的助理 我老房啊 没有 你不一定的 我不觉得我有输啦 你不要这样 我觉得你是公正的啦 是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妈的那个阿万 等一下我就不帮他打马赛克了 那我们给我们的星鸿来做决定 你刚才这样看了过后 你觉得 谁最认真 谁最有心 去打理这个东西 不一定是要美 是要有心 又换规则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一定要美的 就是美和有心 还美又有点随便 没有耶 我几乎什么都有用到哦 莫娜的是 太小的啦 谁看我的两个 但是我花后包 有点压力 什么都会用花 我是最惨的 因为我输了 我拿最少的东西 可是我用我最大的努力 来把它变好看一点 我也是 你看我的画面是最最大了 是我尽量给他吗 给他丢啊 不要给他太小东西 所以 星鸿你的决定是 对对对对对对 你清课 耶 哈哈哈 你可以 正确吧 你懂为什么玩啊 那边有一个重点 你看那个余景没有心 你看 你看 这是我的问题还有这个 没有啊 没有你看到我啊 死掉了 我还懂哦 OK 好啦 经过星鸿就讲我输啊 这样我承认都没有办法咯 可是我相信粉丝们 朋友们 你们一定是觉得 我是有心的 我有很有心在做 所以我希望在留言那边 你们多多支持我一下好不好 我又要拍影片啊 又要请吃啊 又要花这些钱啊 所以我到最后还是我自己输了 我这有点可憐 没有啦 他最近集的广告费可以够心情 妈啊 哈哈哈 我就搞了 哈哈哈 要打粉丝 OK 所以我承认啦 反正我们三个比赛两个女的 我不可能要她们请客了嘛 就算是我赢啦 我也是会请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steady的人 所以我们去那边吃的地方 我们再拍一点画面给大家 我们出来 不可以做一个结尾了啦 就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类似这样的影片 这种影片也是一年出一次的 OK我们去吃的地方见 Let's go 好啦 刚才去给了钱 我们吃了275块 这里是自由餐来的 咦 不费自助餐 自助餐 自助餐 讲错了 所以已经给了啦 哇 我要帮你打马上客吧 因为这里很黄很丑 我完成我的任务了 可以吗 可以啊 妈妈 OK好啦 这样我们就要结束掉我们今天的影片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大家对Benzo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它的Marketing是做到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的产品也是非常的好的 他们也是再次的就跟香港的大明星古天乐 一起来推出这个Benzo 负离子香薰加湿器 而且他们还可以示范3000万的负离子浓度哦 而且它是搭配了大马首创酒店系的精油 一秒就可以让你体验星级酒店的感觉 对的 就好像很有那种酒店的那种香味 OK 还有出了两种的精油 就是一种就是刚才讲的酒店系嘛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自然系的 OK 所以你们可以叫他们官方网站去看一下 而且Benzo这个牌子一路来是打在放在车的香薰 可是这一次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就是可以放在家里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机器 有两种颜色选择 黑色和白色 然后就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按着这个开关器 它就启动了 如果你按另外一边的button 你按99的话 它是有夜灯的那个功能的 可是这个看不明显啦 因为现在早上我开这个 如何怎样使用呢 在前面的影片我已经教大家怎样用啦 所以你们对这个Benzo新系列有兴趣的话 赶快去到他们的网站去购买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